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言論自由很重要 你讓小老百姓 能夠自由的發聲 不要心生恐懼 同樣的你讓一家電視台 可以講出不一樣的聲音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天新聞台 現在被NCC7比0關台 包括了中天的資深媒體人 陳文倩他就是中天 文倩的世界週報的主持人 他昨天上了友台的節目 他談到這件事情 他其實他立場也非常的開放 就講了大真話 我們來聽聽看 他直接講說 好 台灣有哪幾家電視台 老闆不干預言論的 他說他先說 言論干預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絕對不是只有蔡衍明 政府有本事去罰老闆 罰個1000萬 為什麼要罰那些員工 中天有一些員工 他其實他以前 當過中天的董事長 他都跟這些員工認識 他們做錯了一些什麼事 另外他也質疑到說 NCC的審照 政照 本身就是一個威權體制的觀念 NCC有任務在身的 所以他不認為NCC那些人 叫什麼專家學者 就是被賦予任務的 某些角色而已 這些就是威權時代 遺留下來的產物 這個法律應該要修掉 另外他又說到 中天關台誰要來負責 他認為整件事 也不要說就是NCC這幾個委員 他剛才就講說 他們是賦予任務的角色 應該是總統跟行政院長 而且他也批判了蔡總統 他說這一生都沒有 為民主自由奮鬥過一天 他內心裡面 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的價值 何謂言論自由 他說他以前當過 新潮流的總編輯 當時有些內容 其實就批評了顧總統蔣經國 警總就查禁了 當時統派的李敖 還有獨派的鄭南榮 兩個人合作 李敖可以為彭明敏 這樣一個發表台灣自決 宣言的人去坐牢 這就叫做言論自由 問一下 韋漢哥 其實從上一趴告 這邊其實在講的是 同一件事情 就是言論自由真的是很可貴 你不要讓人家心生恐懼 你也不要用一種威權的方式 過去你最批判的 結果你現在用同樣的方式 去把它關掉 剛剛我記得軍委委員他有講的就是說 就算去美國查廠可能也不見得 能查到什麼 這個我同意 因為在過往2012到現在 每年我們每年都有查 可是他沒有查所有的廠家 或許他沒有辦法達到那樣的標準 可以查成那樣 可是至少過去是都有查的 至少陳時中部長是自己說他要查的 我這句報告 是陳時中跟你說要去查的 不是我們打了打了 叫你去查 所以當陳時中五天前說要查 而後來在四天以後 也就是昨天 被次長打臉的時候 媒體當然要質疑 什麼台把這個新聞報出來 中天 還有其他的一些台 但不是每一個台 有一些台他就不談這個話題了 所以就是言論自由在於 有一些話題我談 有一些話題我不談 他可能有非常複雜的政經因素 或是他的編輯台的政策取向 但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就是 所有不同的聲音可以讓國人 自行去取得 現在對於政府的監督 或是提出一些看法 像我常常舉出一些例子或一些圖 如果我自己是被恩司機所管的話 我可能也早就下台義鞠躬了 就被關了 嘴巴就封一個鏈子拉起來 沒有解開時間不能再講話了 因為我舉出的一些市政 包含了10年前蔡總統她是講 EGFA如果民主黨執政 要公投撤EGFA的 以前說不要 現在變成是不要庭 怎麼會這樣 你以前跟大家的EGFA 是毒害台灣人的 EGFA是會讓台灣的經濟受損的 所以是因為馬英九舔共 所以才EGFA 讓台灣人受害的 那個來牛是毒牛 吃了要台灣人健康是不行的 以前你反對了 現在你都可以了 而且轉彎還直接轉得非常順 法夾彎 一時轉 一直轉彎 一直爽 他就繼續給你轉 但是問題是我也知道 台灣的民眾 817萬票就是結論 至少今年是這樣 我不知道以後怎麼樣 不管你對於這個政府 有怎麼樣的批評或監督 或者是建議也好 不管理性不理性也好 總之現在目前 台灣過半的民眾 是支持蔡總統繼續執政的 所以蔡總統會繼續執政的事情 我非常清楚 但是總統執政的時候 媒體也要提出不同的論述 讓大家理解說 總統應該在這個議題上面 講得更多 做得更好 當總統他自己是在黨主席的時候 他是要求總統跟他辯論的 而這個同一個人 變成了總統的時候 卻總統沒有表態 我看到今天民進黨的發言人 顏若芳他有出來講 他說在立法院的尋答 就是最好的辯論 你三年很多人在說 十年前 吳敦毅也很想跟大家講 他也是很想 他口誤懸閣在立法院 來 民進黨委員來 我跟你辯論 為什麼十年前 蔡總輝認為 我要找馬前總統來辯論EGFA 還點名不要吳敦毅呢 因為你也覺得 我在黨黨主席 我面對總統 我希望我能夠跟你平起平坐 總統也接受了 過去是你要求的 你過去常跟大家講 不要抽菸 抽菸對肺部有害 不要喝太多酒 飲酒過量也會對身體有害 就哪一天你突然變成是 酒傷代言人 跟衣傷代言人的時候 大家會回頭看 你過去講的不是這樣 你過去跟大家講 總統有義務跟全民說清楚 我剛剛還找到 不只是總統 我剛剛還找到 我現在忙讓給大家看 中央社的報導 我剛剛講的是 總統要求辯論對不對 蘇院長說不需要 不用疊床嫁屋 由我來立法院行達就好了 當年的ECFA大辯論 蘇文昌院長他當時也有講 中央社報導 蘇文昌院長講說 總統應該出來跟大家講清楚 為什麼要簽ECFA 讓民眾不了解 所以蘇院長你之前也同意 由在黨黨主席 去挑戰總統進行ECFA辯論 為什麼今天你又不同意了 你又認為在立法院就可以解決了 媒體的責任跟媒體該做的 就是這樣 告訴大家以前做過事情 像我現在講這個事情 跟我現在提出的證據 我相信各位在看我們 中天的電視機的 這些網友跟觀眾朋友們 有一些你也不知道 以前這樣說過 以前這樣做 你也不知道 所以媒體就有不同的聲音 提供給大家看 講完以後 講完以後的人講說 好了 黃漢漢好了 還不是817萬票 也有人會這樣講 他會覺得不重要 以前蔡總統反對ECFA 現在繼續用ECFA 時空環境不同之處 你沒聽過嗎 也有人覺得這樣沒有問題 但是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做是不對的 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任務 他應該對於自己的言行是一致的 你要求不要依賴大陸 你告訴大家我要有尊嚴 而且我不要依靠對EA的善意 結果到今年2020年的8月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 對大陸的出口依賴 高達46% 比阿扁的41 跟馬英德的40還高 你做中文做細膩 我們也相信蔡總統 新南向政策要帶領大家 往這個不依賴大陸的方向走 就走半天又還是依賴大陸 那怎麼辦 就是媒體要告訴你 所以回到我們這個處理就是 媒體他有時候講的一些 論述跟他提出的批評 或許執政當局是不喜歡的 就像我以前在採訪的時候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2012年他的總統就職點 你大家可以回去找 那個畫面我現在就不放了 我在總統記者會當中 所提問的問題是 今天總統府 2012年5月20 是馬總統你的第二任任期 但是總統府周邊全部都是巨馬 在野黨 民進黨批評你 無能 請問你是怎麼回應 我問他是這個問題 2015年11月6號 去馬習會的前一天 馬英九開記者會 我問題是什麼 我問馬英九 你曾經在你的第一任跟第二任之間 承諾你的第二任 不會見對岸的領導人 你現在違背承諾了 你要怎麼跟國人說明 我問的是這樣的問題 當時馬英九有馬上拖下去了 黃文漢以後不要再來記者會了 也沒有 所以當一個執政者 他可以容許媒體有不同的聲音 甚至是監督 甚至是讓你覺得不舒服的 尖銳的提問的時候 這個政府才會更謙卑 才會進步 現在的蔡總統 我們提問狗廢火車 講半天他也不會回答你對不對 為什麼你以前反而被發現 要同意 為什麼你以前要求要辯論 現在還不接受 總統當然不會理我 可是民眾他內心可以有個想法 對 我這樣講得有道理 不是說不要進萊豬 萊豬是為了要跟美國好 可是你總要跟大家講一下配道 你總要去茶場 你總要標一下萊劑 你告訴我美國跟日本 你告訴我全世界100多個國家 他們都可以接受 現在全世界也超過 將近100個國家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難道因為別人說 我們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很多國家這樣講 那我們就認了嗎 所以台灣人有台灣人 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我們要不要吃萊豬 有台灣人自己決定 這也不是過去民進黨的價值 所以媒體就是提出 這樣子的監督跟平衡 民眾可以自己做選擇 有人可能喜歡聽 有人可能覺得說 我最討厭聽華人講話的 但沒有關係 這就是多元的社會 現在如果用這些方式 之前我跟大家講 剛剛廣告的時候 對於那位江先生我特別有感 因為那一天 在他Call in進來的時候 我就是現場的來賓 當時我也在想說 這位江先生到底是不是 浙江台商的父親 我剛剛看到 我們在廣告時間 是有放他的那個專訪 你看他所講的 一個浙江台商的父親 他的內心是什麼 我是要靠去那裡說 就沒人你說這個議題 只要那台你說 我靠去那裡 給他看40萬 而且還直接 因為這樣子開罰的紀錄 列在其中還被撤照 以後老百姓如果有任何覺得 對政府抱怨深受 你要去跟誰講 誰敢讓你講 講的就是法 罰完就關台 誰敢讓你講 以後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比獨裁國家還不如嗎 獨裁國家的媒體 不敢監督政府 民主國家的社會 美國他有不同的聲音 他去監督 他不會因為這樣害怕被關掉 難道我們要走的方向 不是民主國家 而是獨裁國家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 想想這個問題 的確有過去民進黨 他高舉著自由的價值 就是言論自由的價值 高舉著這個大旗 可是現在卻關了一個新聞台 當然民進黨 他也有說他的說法 他就說中天新聞 就是因為他引用的是 台大洪真林教授 就是說英國也有 事實查證的要求 廢除了新聞台的指導 他說中天新聞台就被 開罰了太多違反的 事實查證的原則嗎 說譬如說什麼天有異象 出現的鳳凰雲 另外這個還有這個文旦丟在水裡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兩分鐘後澄清 但照樣裁罰事實 違反事實查證原則 罰了100萬 諸如此類 這麼多的 結果後來真的有一個專家 真的想說民進黨說 這個洪真林講這樣子 那真的是有英國的電視台 因為違反了事實查證原則 被關台嗎 所以時事作家沈正南 他就去查了一下 就發現英國通訊管理局 就跟我們的NCC 是同一個單位 他的確在2012還有2018 關了兩家電視台 其中一家電視台 是因為歌頌了賓拉登 當時全球頭號的恐怖主義 另外另外一家電視台 是因為播送了 美國的記者 被伊朗囚禁之後 威逼之下做的訪談 這兩件事情是違反事實查證嗎 他認為不是 這是違反新聞倫理 另外他也說 英國的通訊管理局 你看人家接獲了 2000多屆的申訴 結果他實際去查 實際去裁罰的不到時間 我們講這樣賓哥 可是不對 台灣NCC是一直罰一直爽 就是說有人來 然後我看看這個顏色 是罰中天的 我就來開罰一下好了 我老實講 所謂中天不時報導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藉口 當然中天的報導並不完美 他們也出現過很多錯誤 可是如果說要以 沒有事實查證 假設你們說那個什麼 天線祥雲這些東西的話 我真的必須說 台灣所有電視台全部關門算 因為很正常 我們就隨便舉一個例子 前一陣子藝人小鬼過世的時候 哪一台沒有報過 什麼託夢的 命理師的 什麼三四英元的 什麼亂七八糟的 哪一台沒有報過 那是不是所有電視台全部關起來 請問一下這怎麼查證 我要關陸英去查證 我怎麼去查證這個東西 這不是笑話嗎 真的 你真的是因為 中天沒有進到事實查證義務 才關中天的嗎 根本就不是 其實人家去查就知道 英國去關這兩個 那兩個是因為跟恐怖組織 他在宣揚恐怖組織 所以被關的 那好 如果今天 明天黨政府認為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的敵國 你就叫政府明令 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台灣的敵國 任何人只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任何一點好處的 違法 你直接就嗆名就好了 就告訴大家 讓每一個人有所依循 以後任何國民 只要講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任何一點好的地方 你就是通匪 你就要法辦 那電視台如果敢這樣報導 撤照 我覺得你直接就嗆名 你直接就把法令規定出來 可是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NCC主委陳耀祥講什麼 他從頭到尾否認 是用紅媒來辦中天 所以沒有國安的問題 沒有這個證據 完全沒有任何國安的問題 然後講了一副好像跟中天 是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關中天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民進黨政府 不喜歡中天的言論 陳耀祥很喜歡故意講一句話 那天在記者會上他也說了 他說2014年那個時候 馬英九政府執政的時候 中天一樣 那個也換照引發很多爭議 差一點就換不成 我老實講 你為什麼不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就是當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中天要換照很困難 然後蔡英文政府執政的時候 中天換照很困難 表示什麼意思你知道 表示中天每一次在講的話 都是政府不愛聽的 不管藍綠執政都一樣 就是政府不愛聽的話 所以政府都想要把中天關掉 可是馬英九不敢這樣做 蔡英文真的是這樣做 我想請教一下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認為媒體應該要講 政府喜歡聽的話 還是政府不喜歡聽的話 我請問一下大家 當媒體如果都講 政府喜歡聽的話 做一個乖寶寶 做一個好學生 請問一下 這個媒體對人民到底有什麼意義 那是不是應該 媒體要去講政府不喜歡聽的話 用針扁的方式去給政府做建源 把真相公布給社會大眾 才能夠讓社會大眾知道 這個世界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今天中天被關掉 只是一個電視台而已 可是中天被關掉之後 會引發很多人所效應 包括你看前兩天不是去雲林嗎 去抓那個 去關切人家說 你是不是要北上遊行 你想想看 對現在台灣的民眾來說 連這麼大的一個電視台 蔡英明還曾經是台灣首富 台灣首富的電視台 都可以被人家關掉 我一個小老百姓我就跟民進黨政府爭 我就跟他抗爭 我有毛病嗎 我不夠死的 我的子孫要不要活下去 從此以後這個韓才教育會 越來越可怕 這就是台灣人民要的未來嗎 這個韓國人的正確